你怎么会这样 娘知道你是聪明孩子 进了龙家 也不会丢了董家的身份 可有句话娘要告诉你啊 为妻为席 最重要的在于一个熬字 熬 熬 夫妻一场 风风雨雨几十年 多少日开云术得靠一个熬字呢 熬过以后才算功德圆满啊 青云为人稳重 小情小事她不会计较于心 可小情小事多了 那可就是疙瘩了 有了疙瘩千万在两人之间 那就是大事 所以你得熬 凭毛之事 就当过瘾云烟 娘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侍奉好龙大夫人的 你是个明白人哪 可光够侍奉好那是不够的 龙家那个老太太 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在龙家能够博得到她的欢心 那就事半功倍 也算熬悠小成 嗯 夫人 龙家的人到了 天眉啊 记住娘跟你说的话了啊 媳妇知道也就这些了 现在你可能听着一支半截 等今晚龙家自然去问浪漫体会了 嗯 我知道了 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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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董天福今天在许愿树下许愿 我愿意生生世世 和叶子春永不分离 我叶子春在许愿树下许愿 我愿意和董天福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姐 你今天真漂亮 我愿意地来 星云 我把天梅交给你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是 娘 星云啊 爹啥也不说了啊 往后对天梅好一点 是 爹 这次怎么回事呢 这次怎么回事呢 多好的嘉义啊 多好的嘉义 这是我这么多年封的最好的嘉义 你怎么怎么看你出去啊 你怎么看你出去啊 你这一切都是我的亲戚 杉总 杉总 没事吧 伯父 你没事吧 董老爷 董老爷 我一生磊落 我绝对不会做那种坏事的事 是别人冤枉我 冤枉我呀 你怀我清白 怀我清白啊 叶先生 我知道 叶师傅 你还在这儿 董老爷 一定要怀我清白 你们把这罪给我捧出去啊 爹 爹 对不起 还愣着干什么 对不起 董老爷 扶你爹回去 董老爷 我冤枉董老爷 别怀我清白 走了 走 没事没事了 我们继续啊 没事了啊 没事了啊 娘 娘 娘 你开门哪 娘 娘 你开门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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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哪 娘 娘 你开门哪 爹 娘 走 喝 喝呀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 你又不喝酒的 你干 拖出来拖出来 喝酒的滋味 好受吗 你说呢 能好受吗 都说一醉解前仇 可总有酒醒的时候 当家的 你喝醉了 喝死了 你舒服了 那子春他们怎么办 他们从小就敬重你 敬重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父亲 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 女儿们长天为了你 担心操心 你还是他们的爹吗 我不配做他们的爹 你失去的东西 你心疼 我们也心疼 你在乎的东西 你在乎 我们也在乎 可是有一样东西 比这一切都重要 可是你 却把他彻底给忘了 这个家 我们的家 娘 娘 爹 大哥听好了 今天谁都不许去理 这个糊涂的爹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娘 爹 爹师傅早啊 好 早早 爹师傅 今天包子很新鲜啊 要不要来两楼啊 好啊 来两楼 好嘞 天父啊 到了广州要多听你武叔的啊 你跟他会学到很多东西啊 嗯 要注意身体 注意安全 记着你是董家大少爷 凡事都要稳重 要三思 天心呢 他大哥今天走 他又不是不知道 就跑哪儿去了 别管他了 赶紧出发吧 管他赶装船了 嗯 嗯 谢谢 谢谢 smartphone 别管他 没事 来 有什么热烈的 有什么热烈的 呢 还是喝早 。 要て 看我 吓了 你也不不念啊 先把早点吃了 爹刚买的包子 大姐 你先 子 子春姐呢 出去了 怎么了 大少爷 大少爷 夫人叮嘱再三 你一个星期要给家里写封信 省了他担心哪 儿心千里目担忧 子春姐 子春姐 我大哥今天就要去广州了 现在去找他还不晚 我去找他 叶子春 你真的准备放弃了吗 忍这一生 会做很多选择 但有的选择一旦做错 你一生都会后悔的 我打着 安 我来 你晴晴 你现在干什么去呀 你真是干什么去呀 那大小爷 你看你 你看你 你不爱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大小爷 你不爱你 好 大少爷 小爷 东西没来 我帮你去拿呀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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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去拿呀 人家门 你俯价进不少爷 你走吧 有人进去了 大少爷 大少爷 已经走了 天涯海角区 那一颗泪滴 子春呢 大姐 大姐她出去了 大姐 你去买线去吧 走 老路最近 路一车还没开远 那边那边 那边 哎呀你是哪儿 坐车里人跑的快 哎呀大少爷坐车吧 那别人走太多了 上车 上车 开车 南接县 去火车站 去南接县 哎 你是听风人吩咐 你还是听别人 冯国家你敢贴我 天赋 飞 雪在飞 飞到你的世界 也不会 追 追不回 追不回 你的爱情 都怪你办事不力 你不会先把你大哥拦下 再来找我大姐 还说我 你呢 话都说不清楚 害得我大哥 没碰上你大姐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 现在吵有什么用 好 大姐 子秋啊 子秋 这种时候 谁也别劝你大姐了 娘 难道 这就是命吗 这不是命 是考验 只有失去过了 才懂得珍惜 既然不想失去 为什么要轻易放手呢 好 我们不说这些了 先帮娘去做晚饭 好 好 近日本校计划为学生更新校服 要求款式新颖色彩分明 质量上乘 有意参加竞标者 请在七日内将标稿交到本校教务室 好 好 在六个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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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在想事儿呢 你有什么事要想的 你现在唯一要想的事儿 就是跟我捏脚 财风 学校招标的事儿 我想参加 你不说你这辈子 不做财风了吗 你不是老让让的 让我给你做衣服吗 以前在叶家财风铺里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是打下手 那打板 裁剪 都是师傅干的 我还以为 我手艺不精呢 你才想明白呀 财风 你说我师傅会参加吗 叶吉祥 如果他想重振旗鼓 他会 他肯定会 财风 你去街上 给我买一点裁风用的剪刀啊 粉笔啊 还有皮尺什么的 啊 要我给您买也行 不过 第一 干完这件事儿 你的这双手啊 就只能给我做衣服 行 还有捏脚 行 第二嘛 说句好听啊 说句好听啊 爹 你就参加吧 凭你的手艺 肯定能把其他人都给比下去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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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还躲不住你的嘴啊 爹 其实子晗说的挺有道理的 您的名气 你 当家的 这叫回学校的事儿 你真的不打算参加 我现在吃得下睡得香 过得挺舒坦 我操纳心干啥 看来你心里 还是有个结 这个结要是不打开啊 我看你能吃得下睡得香 其实 人摔倒了 总得再站起来 你看元庆 那么多采缝铺的老板 都在看着你的 我就不信了 你叶吉祥 能心甘情愿地 这样过完一辈子 走了 只有失去过了 才懂得珍惜 你 既然不想失去 为什么要请你放手呢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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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坯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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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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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父亲真的太生死了 别这么说 玛利亚修女 您千里迢迢到中国来传教 我父亲真的是十分的敬佩 所以能为学校尽一点微薄之力 当属义不容辞 怎么又慢了一拍 终于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好不好 好 同学们 再来一遍 子秋 董先生 您认识这球小姐吗 她怎么会在这儿 她是我们这里的义工 经常来这里帮助我照顾孩子们 她是个天使 玛利亚修女 我 我有一个请求 不行 虽然我们董家 免费为教会学校提供布料 但越是这样 就越不能让人 暗中超重的口实 还有啊 你什么时候跟她小岔风搞在一块的 说出去也不怕丢人吗你 我就知道你看不惯我 可是你看看她的设计 你就明白了 我知道她在云庆镇 是没什么名气 再加上叶迪祥那党的事 搞得她里外不是人 可是别人轻看她 难道你也要轻看她呀 她只不过是少个推荐人罢了 不行 彩凤 你怎么又犯糊涂了 你想养小白脸我没权干涉 可是要牵扯到董家 绝对不行 你就值得为你家老爷 征那个什么商会会长的位置 搞表面功夫 咱们还是亲姐妹呢 这点忙你都不肯帮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以后啊 再不当你们董家的门了 彩凤 哎呀气死我了 爹的倔脾气上来 湿都牛都拉不回来 好了别着急 不是还有几天才截止吗 我们再劝劝她 我不劝 说尽了好话还不是碰一鼻子灰 咱家的生意大不如前 爹又不是不知道 他还真沉得住气啊 二姐你看 这张还挺不错呢 金大新 金大新 在喊你干什么 他这个败类还好于参加呀 爹不允许他新业 他财迷心窍改姓了金 我看呀 他是做小白脸做上瘾了 这是竞标 首要原则就是公平 不管他对咱们家做了再多的坏事 如果你把他撕了 不就跟他沦为一类人了吗 小朋友们 先听老师来念一遍 徐湛之出行与地同车 车轮忽哲 车轮忽哲路人来救 战之令新暴地 然后自下 天喜 徐湛之出行 徐湛之出行 与地同车 与地同车 车轮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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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非常好啊 咱们继续念 一定要记住大声再大声啊 路人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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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之令先报地 战之令先报地 然后自下 然后自下 很好 好 同学们呢 这一刻咱们主要讲的就是 永爱 难道 有一个叫徐湛的 他就是玛利亚修女说的 新来的国文老师 有一天呢 没想到 他叫起书来 还真有一趟 然后呢 碰到 过来帮助他们的路人 但是徐湛 没有让对方先救自己 而是 让对方把自己的弟弟 救上的车 自己呢 在之后 还摆脱这种困惊 那这种 那这种 真的 我姐夫说的 我亲眼都听到的 你呀 就等着 宣布结果吧 不过 不过什么 叶齐翔好像没参加 他没参加 这还不是好事 嗯 广州来的 天喜让我打给你的 怎么 不想看啊 那我拿走了 你还给我 我去一下房间 子春 你好吗 那次的错过 我相信 我相信 是我们爱情道路上的 最后一次磨难 让我更加坚定了 坚守这份来之不易的 爱情的决心 子春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我无法想象 将来的日子没有你 我会怎么办 广州的天气 就像是我的心 阴晴不定 但更多的是快乐 因为每过一天 就意味着 我和云青的日子 越来越近 爹说过 等过了三个月 我就可以回到家乡 回到你身边 我看你 我告诉你 你怎么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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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